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基隆市长林佑昌在基隆市议会定期到会上 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时表示 根据中央CDC的预估 5月6号7号两天开始 全国确诊人数每天将达到6万到7万人左右 而基隆市的部分预估每天确诊人数 将有1800人到2000人左右 过去防疫采取公卫手段将退场 防疫战场将转到医疗端 到了这个礼拜大概是5月6号或者是7号左右 全国每日的一个确诊人数将会达到6万到7万人 那我们基隆市我们预计应该也会达到 1800人到2000人左右一天 这个对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是 是数倍百倍的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所以当然对政府机关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一部分不只是基隆市 其实全国各县市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 疫情会怎么发展呢 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 会相关的一个短置的措施 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具效益 也就是当确诊的一个人数跟数量变得这么大的时候 过去所采取的公卫的手段 基本上是要退场 基本上是要退场 现在战场的部分会移到在医疗端 也就是包括我们的医院 所以为什么要去把医院的一个量 把它确保好 最主要就是要这个去应付 去照顾这个中重症的 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些确诊者 而主持会议的基隆市议会议长 蔡旺言也表示 随着疫情升温 正在召开的市议会定期大会 也会做滚动式的调整 来因应疫情的快速变化 让市议会兼顾防疫及监督的职责 本次大会议程 以开会的方式 将会适时做滚动式的调整 本会将在防疫工作 最优先的考量下 依法持续监督市政建设 也希望这次大会 能够顺利的进行 议长也提醒府会的议员和官员 要做好个人防疫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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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